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林海洋三湾环绕 当地百姓用勤劳 收获大自然的慷慨给予 用尖手催生出一系列特色美食 造就了莆田人独有的饮食习惯 指甲大小的鲍鱼 如何长到比手掌还大 吸住了 吸住了 好有活力的感觉 它们大概都有我手掌这么大了 轰至大鲍鱼 为什么一定要戴上坚硬的外壳 气壳跟不气壳 吃起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莆田人最爱的亮晶晶果冻 到底是由什么制作而成 看上去像果冻一样 很有弹性啊 长在礁石上的细小食材 又该怎样获取 这个好像用手是根本拿不下来的呀 怎么样这个工具呢 星化米粉是莆田人地道的家乡菜 而米粉的制作为何要经历风险的考验 师傅您刚才不害怕吗 我一定怕您伤到手呢 泥泞的贪图中究竟藏有何种另类海味 太吓人了 米粉搭配另类海鲜 又是如何变成莆田人的餐桌美味 这应该是我吃过最特殊的一碗海鲜米粉了 什么是莆田人共同的美食记忆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如此肥美的鲍鱼 口感到底如何 又能烹饪出怎样的美味呢 曾经当过多年厨师的杨健中 平时也研究一下厨艺 今天他要尝试一道怎样的美味呢 这道菜是叫金瓜鲍鱼中 是用到了南瓜 对对对 还有这个菜 还有这个葱了 芹菜 对对对 花鲍 那个花鲍是做什么用的 花鲍等一下是煮汤 然后汤去煮鲍鱼 这样做起来的鲍鱼会非常好吃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步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开始我就是这个南瓜 这道菜为什么用南瓜呢 那鲍鱼的营养主要是在蛋白质 南瓜的营养主要是在维生素 那两个结合起来就非常完美 而且又是一道美味胶药 将南瓜切成炖中的形状 用水操两分钟 当作鲍鱼的成绩 将刷好的鲍鱼进行主制 但此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不要去壳 因为这个鲍鱼壳本身就是一种 中药叫时间鲍 是那个清干明目 然后它这个跟鲍鱼拿去煮的话 它鲍鱼会吸收它这个壳里面的一些东西进去 去壳跟不去壳 吃起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煮好的鲍鱼捞起后 积上花刀 再放入南瓜内焖煮 待南瓜汁与鲍鱼充分交融 鲍鱼金瓜中便可出炉 哇 这么重的鲍鱼啊 煮出来的味道怎么样呢 我来尝一下 这鲍鱼吃起来很软 很嫩啊 而且也是经过了 里面刚才是蒸的南瓜的香甜的味道 和煮的花隔的水的鲜味 加上鲍鱼本身的鲜味 它们在水和时间的作用下相互渗透 吃起来呢 有一丝甜甜的口感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鲜味非常的浓郁了 见识了手长大的鲍鱼 接下来我要去享受一下当地特有的清凉 一种来自海里的果冻 海石花糕 它是很多莆田人记忆中的童年味道 如今会做的人可不多了 66岁的杨金川就是为数不多 依然坚守的老手艺人 一见面 杨师傅就说要带我去寻找一种神奇的食材 海石花 我们去哪儿找海石花呀 我们到这个岸礁里面 还有这个水退下去 有石头的地方就可以找到石花了 刚知道海石花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想象着各种姿态惊艳的花的样子 然而当我亲眼看到海石花时 却怎么也无法把它与花联系在一起 这两个就是石花了 这些深红色的都是呢 这个都是 这个看上去是一片暗红色 感觉非常的小 摸上去是湿湿的 有一点绒毛的感觉 新鲜的海石花采集回来 不能直接使用 要经过反复晾晒 加上淡水洗五六次 直到海石花变成淡黄色 脱水后的海石花能存放两到三年 多拿一点点 这些海石花能煮多少花糕啊 煮这个水煮这些了 但是在熬煮前还有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加白醋 加多少 这又是为什么呢 醋呢一点点煮几点比较快 又没有海里面的味道 海石花富含穷椒 穷椒是以半乳糖为主要成分的 一种高分子多糖 加入白醋熬煮 既为了去腥 也可以促使海石花里面的穷椒充分释放 经过半小时的熬煮之后 再进行过滤 此时碗里的清汤已经变得粘稠 为了让口味更丰富 当地人还会添加一些灵魂蜜料 以增香甜 其中之一就是莆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的龙眼 用新鲜龙眼加上蜂蜜搭配海石花糕 经过耐心等待 海石花糕终于是凝固了 看 看上去像果冻一样 很有弹性啊 现在就可以吃了吗 对啊 海石花糕外表晶莹有弹性 堪称是来自海洋的天然果冻 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搭配了蜂蜜水和水果之后 就成了莆田人最喜爱的甜品 我来尝一下 海石花糕啊 它的口感是像果冻一样 是滑进嘴里的 甜甜的 来到莆田 最不能错过的美食 就是当地的米粉 莆田古称心化 所以也叫心化米粉 接下来我要前往莆田市 历城区的黄石镇 听说那里有一种搭配 另类海鲜的美味米粉 而且只有地道的老莆田人 才有这种手艺 这是一处古法制作米粉的作坊 里面的每一件工具 都超过了一百年的历史 我今天要找的人 就是这个作坊的主人 李燕来师傅 传统制作米粉 一共有九道工序 操作的人 也都是拥有 几十年经验的老手艺人 我们这个米粉你看 非常的细 这个米粉看起来真的很像 大概有一到两毫米 它的直径 对 差不多 这个米粉现在摸上去 还是有点黏黏的 对 这个米粉还要再互蒸一下 互蒸一下它 精度会更好一点 互蒸后的米粉切成小段 还要经过一次水洗 让米粉表面爽滑 不沾黏 米粉均匀摆放在竹片上 就可以拿到室外进行最后的晾晒 我们来到李师傅的晾晒场 这里已经摆好了上百个竹片 李师傅告诉我们 新化米粉的晾晒也是极其严格 不是仅仅靠太阳晒那么简单 福田特有的气候条件 也是米粉成败的关键 这里面还暗藏有什么门道呢 这个太阳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再晒出来 这米粉会断条 太晒 太热也不行 对 它关键是要靠风 风出来吹吹的时候 这个米粉才会蓬升起来 李师傅告诉我 米粉晾晒三小时便可完全晾干 等待之余 他说要带我去海边 找一种叫海蜈蚣的另类海鲜 它们身长两米 浑身长满了脚 而这种海鲜是制作 新化米粉的绝配 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赶海对我来说 原本是一件惬意的事 而当走入眼前这片贪图的时候 我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好深啊 这个是 我的 我要扶一下 谢谢 我改变了 我歇下去了 这个脚好像很难拔出来 这就是贪图的力量 不行 还是得扶着 我要吸 我要被吸进去了 跪着也没事 跪着好走是吗 对 是不是有点不太美观 在贪图里经过一番挣扎后 我们见到了 正在挖海蜈蚣的大姐们 今天抓得怎么样 我也想体验一下 抓海蜈蚣 你能教教我吗 可以 可以 下来 好 先下去 拟硬的贪图让我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 经验丰富的大姐们 给了我一个摆脱困境的法宝 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看 这个推着 它能分担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力 看 轻松了很多吗 泡沫板上安放小桶 解决了行走的难题 又能存放收获的海蜈蚣 装置极其简单 却反映了当地人 生产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双腿的解放 增强了我对海蜈蚣的好奇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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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啊 这就是海蜈蚣啊 还真像蜈蚣一样 这个爪子 好多好多爪子 海蜈蚣学名沙蚕 是一种胆小温和的软体动物 它们生长在沿海的滩涂上 每到落潮时 海蜈蚣就会深藏于滩涂泥沙中 在夕阳的余晖下 提着满载而归的海蜈蚣 即使十分辛苦和疲惫 也无法冲淡收获的喜悦 此时我离这个另类的海鲜味道 又近了一步 今天我们是准备做到什么样的菜呢 再加入水和白菜 带水煮沸加入海蜈蚣 好好好海蜈蚣我来 够了吗 够了够了够了 最后放入米粉 米粉世界上最早的快餐之一 还有海蜈蚣是已经我们处理过的 处理过的 这个摊一下就可以了 只需静候20秒便可出锅 海蜈蚣米粉出锅了 闻上去可以闻到这个海鲜的香味了 品尝一下 第一次尝海蜈蚣 我现在心里还是有点发毛的 因为抓它的时候 我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它只是尝尝了一条 看上去颜色是乳白色的 白白嫩嫩的 还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看我们处理过后 海蜈蚣 它变成了背面是黑色的 这个看我腹部是绿色的 要做点心理建设了 感觉怎么样 就是… 没有那么… 吃上去还真的不像 它的外表那么吓人 其实到嘴里的口感是很软、很嫩 而且有一种很弹牙的感觉 没有任何硬的部分 又有香甜味 我们再来尝一下米粉 感觉这一碗米粉 是有很浓的米香的味道 而且它是感觉很干爽的 这应该是我吃过 最特殊的一碗海鲜米粉了 粉来喽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杨建忠每天都在精心呵护着自己的鲍鱼 风雨无阻 只为培育出更大更美味的南日报 杨金川依旧每天在礁石上去寻找海石花 补贴家用的同时 也为了留给莆田人最本土的味道 李燕来坚守着星化米粉的古法记忆 希望用米粉搭建起莆田人心中 关于味道的记忆纽带 在莆田人的餐桌上 人与人之间的万千情感 在美食间相互交融 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热情 将最质朴的食材 画画为一桌桌记忆中的味道 福建省莆田市岛屿众多 贪图辽阔 具有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和美味食材 当地人坚守着传统的劳作方式 将鲜美食材烹饪出独树一帜的家乡味道 是什么鱼又丑又毒 却被渔民称之为海中极品 你的手不要碰好 这样就碰好 长得像是其丑无比的是吧 可以说真的是很丑了 艰难捕获 又该如何处理 才能享用着带着毒刺的美味 整个鱼是去知觉一下 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再褶 而肉燕的关键却在于皮 三斤猪肉究竟如何变成七米长 皮薄如纸的艳皮 刚才还是一小坨肉泥呢 没有想到展开之后能有这么大 您这个手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说神奇不神奇 当地贬食遍布大街小巷 而这种肉包肉的贬食 却口感大有不同 嚼起来呢 我可以感受到口腔里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如何找到藏在滩土里的美味海称 他们是如何走上称中之霸的宝座 直接下手忙碌我 就又转到了一个称子 大概是五六厘米长 对 淤泥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做黑泥按摩长大的海称 味道有何不同 这个是跟我平时吃的称子 味道不太一样的地方 莆田人对于家乡的味道 都有着自己的定义 他们将会做出哪些独有的莆田味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福建省莆田市南日岛的海边 我们现在要跟随美食博主小鱼哥 去大海里寻找一种长得很丑 却有剧毒的鱼叫鬼鱿鱼 这种鱼会长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要寻找它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鬼鱿鱼主要侵袭于 沿岸或海岛附近 沙泥或实力抵制的海域 游动缓慢 具伪装能力 不容易被发现 鬼鱿鱼背棋齐极下有毒线 是刺毒鱼类中的一种 我们当地就是给孕妇 给产妇 给孩子会吃多一些 要等到这一只虎要等很久 是啊 我们今天就等了很久 对啊 刚好今天我要是拿这个鱼 回去给我寄的那个怀孕的亲属师 对对对 他现在怀孕六个月了 做一道补品 对自己去抓 比较有意义 哇 这是秀了一波恩爱吗 那这种又丑又毒的鱼 到底能做出怎样的美食 又会有怎样的味道呢 今天我们要做一道鬼鱿鱼汤 做一道汤品 对 还要饱汤 鬼鱿鱼煲汤是当地人常做的一道滋补汤 虽然鬼鱿鱼身上有毒刺 但是小鱼哥却自有高招 然后这个鱼一定要放在冰里面冰个五分钟 让它整个 让整个鱼失去知觉 像被冰的没有知觉一样 让它休眠是吗 对然后我们去鱼杀的时候才能是保证自己安全一点 冰冻过的鬼鱿鱼降低了活力 此时要用剪刀剪掉鱼整个背脊 剔除有毒部分 一定要把这些刺都剪掉 剪到它头部最后一根刺为止 然后再清除内脏 洗净后用油煎 今天的重要是第一步是要猪油 因为这个猪油它是脂肪融解汤底 所以它鱼更香更鲜 这时候没有腥味了吧 反正现在确实是闻不到了 闻不到腥味了 猪油可以去腥增香 鬼鱿鱼煎至金黄后 放入汤锅炖煮五分钟 然后小火加入萝卜丝 海鲜菇豆腐等辅料 这个小火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香味 凝聚在一起 现在闻上去已经可以闻到很鲜的味道了 对 很香又很鲜 此时的鬼鱿鱼汤已经鲜香四溢 但是在出锅前 小鱼哥还要加上最后一种力量 然后我们再加点椰青 椰汁 你知道椰汁是什么口感的 因为这是甜的 甜的 很清甜的 很清甜 所以我刚开始做这个汤的时候 是讲究它的清香味 要香 要鲜 还要清甜 这道汤我感觉最珍贵的 不仅仅是在于 鬼鱿鱼这食材 来之不易非常珍贵 对 更加珍贵的是烹饪者 在里面饱含的满满的心意 这里面汤里面带着是爱意的味道呢 谢谢 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很幸福 一碗汤 一份情 在平淡的生活中 这就是家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贬食是饺子或馄饨的一种别称 而在莆田 一种叫艳皮贬食的却大有不同 无论逢年过节 还是亲朋聚会 当地人的餐桌上都有它的身影 听说这种看似普通的贬食 外面包裹的皮不是面 而是肉 这让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肉如何才能变成贬皮 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方师傅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么早 是啊又听没了 67岁的方培青 16岁时就跟随祖父 学习制作艳皮贬食 已经是第四代传人 每天清晨去市场买最新鲜的猪肉 是他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工作 第一 看这个花光的 第二 要看这个颜色 要看香红的 第三件是按下来有弹性的 才能做艳皮的 做艳皮要选肉 要选后腿肉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猪的后腿肉呢 后腿肉的纤维结构 你就有鸡食 买回来的猪肉要尽快进行制作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终极较量 艳皮制作的第一步 核心在一个打字 锤打的工具就是方师傅手里的 荔枝木做成的木棒 这个木垂我来看一下 好的 这木垂感觉有年头了吧 哦 这一把跟我五十年了 很神奇 它本来一把是年轻的时候 我却是两斤五左右 嗯 现在撑起来只有一斤八 它渐渐缩短 像我们人一样老了 哦 锤打的目的是将肉块变成肉泥 手中挥舞的木棒如同一把利器 瞬间把猪肉断开 这种木垂不仅能很好地 保留肉里面的水分 再配合恰到好处的力道 能瞬间将肉的纤维打散 蛋白质得以尽情释放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技法 这个能让我试一下吗 可以啊 把它敲断 敲到底是吧 敲到底要敲到底 哎呀不行 听这声音感觉就没使上劲 但 体验一下啊 确实 我可能得有两个手试一下了 体验一下 我们 手艺人的辛苦啊 我敲下去的时候 大概只断了 可能上面的一小部分 您刚才一下 我就已经看到 你没有敲断了 你是在敲平 没有敲断 我一敲到底 我实在是敲不断啊 敲你啊 要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 你敲起来很有节奏 我像个打击乐器一样 两只啊 要把肉推过去 然后 推出来 我做慢动作 推过去 推过去 需要两个手快速地配合 对啊 一只手推 一只手锤 双手要在节奏中 达到默契配合 接下来上场的是 方师傅的两个徒弟 单打变双打 可以加快锤打速度 在锤打过程中 还要剔除难以敲烂的筋膜 只留精瘦肉 再加入熟糯米粉和植物碱 来提高肉的粘性和延展性 木锤在起落之间 已经改变了猪肉原本的面目 鲜肉变成了肉泥 此时的肉泥软如棉 黏如糊 在敲肉的最后阶段 方师傅已经准备好了下个环节 这些木柜是做什么用的呢 晚上 猪烟皮用的 猪烟菌 水 鸭都有 这个最小的这一根 80厘米左右 但是最长的这一根 比我都要高很多 可有两个我了 这个大概是 三米左右 有的顾客看了 你棍子这么的 好像长枪短棍 骑上阵 长枪短棍 骑上阵 燕皮究竟能制作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吧 千锤百炼的肉泥如期而至 制皮程序马上开始 在肉泥上均匀撒上红薯粉 然后用手轻轻拍扁 方师傅说这叫开张 开张之后长枪短炮陆续登场 擀 杆 压 卷 每次操作力道 必须均匀释放 丝毫的失误都会使肉泥年连 所有的工作将前功尽弃 几十年功力的沉淀 让方师傅对力量的掌控 有十足的把握 如同武林宗师 一朝一世都在方寸之间完成 雁皮变得越来越薄 越来越大 经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雁皮制作已经基本完成 透过光亮 可以清楚地看到 雁皮轻薄如纸 而此时我更期待知道 雁皮到底有多大 经过了三个小时的制作 雁皮终于是快要做好了 展开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块去外面 期待一下吧 哇 展开之后这么大呀 刚才还是一小头肉泥呢 没有想到展开之后 能有这么大 这个有多长多宽呢 有三米框 有七米肠 您这个手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普天老祖宗的智慧 我只不过是传承普天人的美食 制作好的雁皮薄厚均匀 皮薄如纸 精心制作的雁皮 不知会有怎样的味道 雁皮包裹的扁食 又有怎样的口感 方师傅的爱人 早已备好了各种馅料 今晚他要亲手为家人 做上一碗热腾腾的 雁皮扁食 这雁皮真的是非常的薄了 对 你拿出来看一下 这样看都透光呢 对 这个是包雁皮的纸 对对 有这摸起来 真的是差不多薄厚呀 对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 需要做什么 需要切线 切线 露给它切纯 上好的五花肉香气醇厚 加入虾米粉提鲜 葱花提香 包馅过程只有两步 这个肉差不多拿这些 然后放在那个皮上面 把皮捏起来 然后往这大拇指里面一筛 一捏就可以了 相比面皮制作 包扁食还是比较容易上手 经过几次尝试之后 我很快也完成了一个 合格的贬食 我包出了一个 我自己还比较满意的 像样的贬食 阿姨觉得可以吗 合格了吗 太好了 十六岁那年 方培青从师傅手里 接来这门手艺 她和妻子 一个做皮 一个包肉 靠手里一个一个的贬食 把家里的孩子拉成长大 而当年 那个敲打肉泥的健壮青年 现在已两遍斑白 说话间 扁食已经包好 用简单的汤底煮熟即可出锅 这肉包肉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滑滑的 又感觉脆脆的 嚼起来呢 我可以感受到口腔里有 咯吱咯吱的声音 是韧而有劲的那种感觉 以及它肉里面带着的海鲜味 以及肉香的味道 这味道太好吃了 我感觉可以把这满满的一碗全吃光 伸出大拇指 非常好吃 从肉块到肉泥 再到肉包肉的点食 普通的食材 在方师傅一家人的手里 焕发出了另一种独特风味 精细制作的背后 是莆田人对传统佳肴的守护与传承 称子是一种常见的海鲜 但在莆田 有一种称子 却被当地人冠以称中之霸的名号 多头称是莆田多头村独有的海产品 那它称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称子看起来还是很肥美的 大概是五六厘米长 这个算大的吗 现在这个季节的称子就比较大的 都是五六公封以上的称子 最大的会长到多大呀 最大的会长到七八公封 多头称大部分有着六厘米以上的完美身材 硕大的个头 左左比市场普通的称字大一到两倍 这就是多头称的先天优势 然而还有一个法宝 却是多头称成为称中之霸的秘密武器 我们头头摊土的这个淤泥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你手放在上面觉得非常的松软 而且都没有沙子 所以那个称子里面就没有沙子 是五沙的 是出了名的松软 感觉是很软 对对对很细腻 滑的感觉 摸起来很细腻 对特别特别细腻的那种 黑泥里面有很多这个天然的矿物质 所以我们多头的称子吃起来会比别的地方更加确一点 特别特别的香甜 原来这片看起来黑乎乎的贪图 才是多头称好吃的关键所在 细腻润滑的黑泥养分充足 再加上这里高达千分之三十度的海水岩度 成就了多头称各大肥美的霸主地位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从黑夜迎来了黎明 此时海水将要涨潮 花生的大姐们还在把握着最后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 祈祷贪黑已经是一种常态 只为收获碳土上的极品美味 忙碌了一天 卢志勇准备为家人做一道拿手菜 他会用多头称做出怎样的美味佳肴呢 今天我们准备做什么菜啊 现在我们要做一道我们多头传统的名菜 它叫老九竖称 老九竖称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怪呢 难道要把称子竖起来吗 卢志勇说还真是这样 喜敬的称子要竖立摆放在碗里 而且不是随意摆 要头朝上脚朝下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向朝下呀 它既然朝下的话 它等一下针的时候 这个海称里面的汁 它会顺着这两个脚往下流 所以既然摆会比较好 为什么要让它的汁往下流呢 它汁往下流 到时候种增完的话 里面会有那个称鹿 会刨在这个碗里面 然后加上这个老九的味道 那这个称鹿等一下也非常的好吃 都是头朝上脚朝下 龟龟整整地站在碗里面 称子摆满之后 还要淋上一勺当地自酿的糯米老酒 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 嗯 酒香四溢啊 对对对 上锅蒸之前撒上姜丝 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 根本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就是因为我们多朝称 它有一种自然的香甜味 所以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 称子蒸熟只需十分钟 新鲜海称蒸之前 所含的全类物质 会散发类似葡萄柚和柑橘的香味 而加热之后 就会变成贝类海鲜特有的甜香 多头称各大肥美 蒸好的海称各个鼓出壳外 而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汤汁会变多了 有没有看到 哦 里面的汤汁变得很多了 刚才我们只放了一点老酒在里面 但现在汤已经到了快有半碗的位置了 对对对 这个蒸出来的这个称鹿也格外的好喝 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 怎么样 好喝吗 这个称鹿里面感觉还有酒的香气在 对 而且它里面是有海鲜的那种 鲜鲜的 咸咸的味道 对对对 对卢志勇来说 能跟家人吃上一顿肥美的海鲜 是表达情感最好的方式 小鱼哥杨健波还在为推荐岛上最传统的美食而忙碌 同时也不忘为怀孕的爱人烹煮滋补的鱼汤 方培青将艳皮的手工技法传授给女婿后打算退休 老手艺能够传承 让她的心里无比欣慰 卢志勇接替父母的事业后 在传统工艺中融入了现代加工 提高效率的同时 也保留了多头称的鲜味和口感 以海为甜 跟海为生的莆田人 汗水与尖心交错 唯有丰收的期许相伴 他们脸上朴实的笑容 是丰收之后最美好的表达 东海之冰 台湾海峡与敏江汇聚之处 烘托出一片神奇的岛礁 平潭岛 高低有致的石头措 绚丽魔幻的蓝眼泪 甜净惬意的小鱼村 活色生香的各色美食 勾勒出一幅幅极致的画面 被誉为海中鸡蛋的后壳一倍 如何烹制才能成为平潭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 好香啊 它那个淡菜特别的鲜 基本上算是清香 这是我们平潭人的最爱 来自云南的郡夫 稀后美味尽显的海鲜 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刚开始他们一直认为什么 一吃这个口感概念完全颠覆了 完全不同 我开心了 怎么这么突然 潮水退去的海滩上 各种海货应有尽有 费力捕获的章鱼 能成就何种经典美味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被称为石户的捕鱼方式 有何独特之处 哦 拉上来了 很好豆的样子 这个刺牌 有着小佛跳墙之称的 弹烧八味 制作起来有何讲究 当大家参加宴席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道主菜正常 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富足 是吧 寻梦而尽 向海而生 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前往平潭岛 寻找属于海边人的金秋好风味 起来了 起来 起来了 哇 这么多 红柳楼 好香啊 面对这样来之不易的美味 平潭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烹饪方式 丙哥 我看准备了这么多 有肉 然后贝壳 蔬菜 这是什么 这是地瓜粉 骨粒干 后壳一倍 但是它肉到底有多少 必须要打开才能知道 对 怎么翘 我找不到缝啊 它这边有缝 在哪里 这边 你就从这边 哦 从它平的那一面下 哦 这样割开 这样顺着它的这个口切 你又贴在这个上面 它就剥开就这样了 哦 好大的肉哦 满壳啊 真的是满壳 你看 它的那个肉摸起来是那种 质地有点硬的 哎 好神奇 我这样一摸它 它就收 对 它在收缩 所以说明它是鲜的还是鲜活的 对 对 对 它这个生命力很强 它活的时间长 哦 一般来讲 一倍就是水煮着吃最新鲜嘛 对吧 那你今天做一道什么一倍的菜呢 是做滑粉 滑粉 滑粉 在平台人的日常饮食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秉歌说 为了抵御海风 很多渔民在出海前 都会喝上一碗鲜美的滑粉汤 人们会根据不同喜好 烹制不同的滑粉 做法也不尽相同 先腌制 先把这些腌制 腌制就加盐嘛 还有姜 切成姜末 切好的姜末与料酒盐 一同放入一杯肉中腌制备用 先切姜片 就腌制的时候 我们再处理别的食材 对 姜蒜切片 小葱切断 入锅爆香 可以下丝瓜 丝瓜 是吗 加一点点盐 好 开始加水了 给它焖一会儿 现在椅背已经腌制好了 而且肉眼可见 它的肉质 好像是变紧实了一点 是啊 腌制好了 我们就加这个红薯粉 放一点就可以了 是吗 平常就地瓜了 地瓜对我们平常是主食 也是主食啊 地瓜西方 地瓜片 地瓜米 到了味面 一回来就是先煮一个地瓜西方 地瓜什么的 感觉最主味道 吃到地瓜就觉得雨天 觉得我们已经回家了 平潭人对地瓜的喜爱 是刻在骨子里的 几乎每一道传统美食 都少不了地瓜的身影 给一杯肉披上地瓜粉的外衣 不仅可以锁住其鲜味 吃起来还能增加滑嫩的口感 就是在平潭 如果你这一餐 没有吃到地瓜本瓜的话 它可能会在别的菜中出现 就像我们今天做的滑粉 现在可以下锅了 现在就可以下 对 好 要一个一个加吗 一个一个放进去 它不会粘在一起 这个汤色很好看 大火煮至十分钟左右 鲜美的一倍滑粉 便到了出锅的时候 好香啊 它那个淡菜特别的鲜 同时丝瓜的味道特别的重 基本上算是清汤 这是我们平潭人的最爱 那我们下一道做什么 蝴蝶干嘛 这是我们加工好的 在干的那种 它是要跟排骨搭配吗 排骨炖排骨 丰收的季节 平潭人会将留存下来的 一倍剖开 晾晒成一种海鲜干货 因形似斩翅的蝴蝶 平潭人就赋予了它一个美名 蝴蝶干 在许多平潭人的眼中 蝴蝶干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特别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来说 蝴蝶干存留的那阵鲜香 正是对故土家园的热切撕灭 我们以前出去都会带一点我们海鲜皮 淡菜干啊 虾干 带一部分出去 然后吃完了再煮加 老家寄吧 水开后依次加入生姜 超过水的排骨 盐 料酒等 慢火煨煮两个小时左右 此时正是蝴蝶干入锅的绝佳时刻 加个八个就行了 加这么少 放得太多 它的味道就变得很浓了 刚刚好放八片 它也有排骨的味道 也有这个淡菜干的味道 在高温的作用下 排骨与蝴蝶干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精华 两者的蛋白质 氨基酸等各种营养成分 交融在这浓郁的汤汁中 一锅汇集海陆精华的佳肴 就此诞生 我们一块尝尝吧 这个是滑粉 滑粉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它的味道煮在汤里面 就把味道散发在汤里面 所以说汤的味道比当菜的味道还好 我们这几个在一起搞这个 虽然是很平淡 但是我们养这些感觉很阻止 也每天也都有工作 但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对啊 即使很辛苦 但是每天干活也特开心 是吧 因为我知道你是属于回来 然后带着朋友一块创业的 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 是啊 对 从上有成果了 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付出 终于换来了丰收的成果 我们不管有什么婚姻就跟他 亲下去看到 对于高仁炳来说 乡亲们的支持与肯定 就是这个丰收季最好的回报 一二三 这个是石头剑 你看 这个石剑很肥啊 跳跳鱼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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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钻进去了 这边有个人 那边有个人 坐落于平潭岛东北渔的北港村 面朝大海 背靠军山 独特的海岛民居建筑和民俗文化 吸引游客无数 更吸引了年轻人再次竹梦 来自云南的张光磊 是一家民宿的大厨 他善用家乡食材与本地食材结合 创新出各色美味佳肴 收获满满 终于到了张光磊一展身手的时刻 磊哥 今天给咱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创新海鲜菜 我们今天做一块 你从未吃过的君子之交 怎么讲 这个君子跟这个笔馆结合在一块 这个是君 那这个是你刚才说的 鱿鱼仔 就取谐音 好奇怪哦 长得像墨尔一样 摸起来就是那种很弹的 切开了才发现 它里面那个肉特别的厚 纹路都是白色的 这个食材 其实北港人是很少见到的 对 刚开始把这个食材 带过来的时候 他们一直认为什么 一直这个口感概念 完全颠覆了 完全不同 马卡菌因形似核桃 又名核桃菌 其肉质肥厚 口感滑嫩筋倒 山海特色食材的碰撞 会成就怎样的美味呢 这个鼻瓜我知道会有一个骨头 头和身体连接的这个部位 你戳一下它是硬硬的 跟其他那个肉是有不同 为什么你教我手法 往里面稍微推一下 推一下 星期一了就出来了 先活动一下 然后再抽 对 稍微给它活动一下 感觉怎么你很轻松地 给它抽出来了 我就这么艰难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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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一开始抽不出来 是因为给它按摩得不到位 对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讲究技巧的 是的 没错 取出骨头的鼻管鱼 改刀后抽水断生 西兰花 马卡菌也需要简单超水 是怎么知道北港这个地方 然后来到这儿的 这边不是很出名的蓝眼泪打卡点 还有石头会唱歌 感觉到这边还美 会特别想念家里的菜吗 家乡的味 慢慢地我们会把它带出来 跟外面的菜系一起融合 就像这个君子之交一样 是不是也是来源于可能想家的某一天 是 葱段入油炸制 取葱油 葱油入锅 再下葱段 蒜末 酱油 糖等调味 马卡菌下锅煸炒 待汁水透出 放入鼻管鱼 闻火炖上几分钟 使海鲜的鲜味 马卡菌的清香互相融合 一道满腹创意的君子之交 即可出锅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美食 是什么 上午我们不是抓有海鲜 用金箍跟海鲜一起抱着 好期待哦 意外捕获的鲜鱼终于登场 斜刀切薄片 老抽鸡精糖调底味 腌制 青红椒切断 将切勿备用 菌菇滑油 方能结巴出菌的最浓厚的香气 青红椒鱼片依次断生 鱼肉大火快速煸炒 将鱼肉的鲜味牢牢锁住 加以菌菇的烘托 鱼肉更加鲜嫩爽滑 美妙的滋味就此诞生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伙伴 都来自五四海 你们都是在北港认识的吗 是是都在这里认识的 现在就是想把这里做好了 然后把家人都接过来 在这边生活 兼顾家庭和理想 人间有风味 美食即相逢 别出心裁的创意菜品 不仅是山珍与海味的系后 更是文化与美食的交融 平潭四面环海 海岸线蜿蜒曲折 为平潭鲍鱼的生长 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盐 此外 平潭海域风浪大 海水交换顺畅 水质优良 益人所生产的平潭鲍鱼 具有个头大 口感脆嫩 弹性好的特点 哇 好大个儿 太大个儿了吧 哇 你看大刀 它那个孔的颜色 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鲍鱼只有几个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孔 它不是一孔为特征 它前面长出去 后面比如说正常它保持 比如说是五个孔 它长一孔后面会堵掉 那前面再长它在后面 前面长后面堵 是这样的 这么神奇 如此珍贵的食材 魏大哥会用它来烹制一道什么样独特的菜肴呢 这么多种食材 我们一一介绍 这个是猪蹄 鸭蒸 鸭蒸 这是墨鱼缸 猪肚 海参 海参 鸭肉 鸭肉 那边还有香菇 还有最新鲜的鲍鱼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今天我们做到什么菜 做一道我们平潭岛的糖烧八味 平潭岛也称海潭岛 当地人与海相伴 以海为生 对于平潭人来说 在丰收的季节 能吃到一碗滋补美味的 潭烧八味 寓意美好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 第一步要处理鲍鱼 只要用刷子 鲍鱼表面有一层粘液 清理掉后迅速入锅焯水 我以前在家有时候做鲍鱼 就是要给它先脱壳 但是我就会在煮之前 然后就生的时候 就给它挖下来 其实挺费力的 有时候还会伤到手 对 那这个呢 你用七八十度的温水 把鲍鱼换下去 之后鲍鱼的肉和壳 它已经分离了 到时候用这个比较小勺去处理 也不会出现很多的连夜 湿湿的 这是一个小妙招了 从它这个 从它那个嘴巴开始 嘴巴那个地方戳进去 很轻松就拖出来了 你看 去除鲍鱼内脏 轻盈改刀 做糖烧八味 其实不辣 关键要买到好的食材 食材呢 运心把每一个食材切配好 高芡好 也就是说 韩烧八味 难的是它有八味 然后这八味都要很新鲜 对 海鲜要去除腥味 达到最鲜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般前一天就要进行干货泡发 浸泡焖煮相互结合 再上火微制 每个十几个小时可下不来 食材不一样 硬度也不一样 泡发时间也不一样 哪种食材要泡发到哪种地步 昏格了然于心 等水开 等水开 一般这个弹烧八味 在平坛这里 你是什么时候会吃到 过年过节 红白喜事 反正有这种大型聚会的宴席 是必须要上这个弹烧八味 当大家参加宴席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道主菜正常 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富足 是吧 各种食材分别入锅焯水 料酒进一步去除腥味 控制火候是弹烧八味的关键 猪蹄入坛打底提供胶质 猪肚 鸭针 香菇 鸭肉 依次入坛 猪肚爽脆弹牙 搭配上鸭肉的清香 口感筋道 浓香四溢 最后放入沐鱼干 海参鲍鱼 这样能最大程度 保留食材的鲜味 然后现在开始调味道 放一点生姜 生姜 圆巴 倒一碗花雕酒 花雕酒 加入花雕酒的目的是 清除食材中带有的异味 注入熬制好的料汤 各种美味在坛中完美相遇 为什么要用保鲜膜给它盖上 味道给它锁住在里面 锁住锁住它所有的鲜味 对 好 像现在这样蒸要大概多久 大概蒸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 先是大火 然后中火 后面小火 小火 然后就给它蒸熟了 对 所以弹烧芭蕾是个功夫菜 得花点时间 在等待的间隙 坤哥又小露了一首 煎炒烹炸 小小的鲍鱼演绎着千变万化的美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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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幸福 庆祝这个鲍鱼 大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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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泽鲜亮 油而不腻 八种食材混合在一起 散发出令人心醉的荤香 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特色 浓重的香味在口中萦绕 每种味道都藏着别样的欢喜 仰抱人无数个日夜的精心呵护 辛勤劳作 也都化作满脸的幸福 融入到家乡的好风味中 新手合一的千锤百炼 改变形态的美食魔法 大道质简的味觉调和 精益求精的处世哲学 关于味道 关于技法 福建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好的味道需要时间的累积 更需要制作者的守护 不用行发 无需拉扯 福建人如何将豆粉制成面条 这么厚的面皮要感到什么程度啊 感到像纸一样薄的 啊 春天的海参圆润饱满 为什么要把它们称得比纸还薄 哎呀华哥 这海参都被我们称成这个造型的 那怎么吃啊 就成片 没有没有没有 小木船 塑料桶 福建人捕获小海鲜的方式 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翘翘鱼 家里又没有门牌号 也没有GPS 他哪知道哪个是他的家呢 人类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智慧啊 鲍鱼被誉为海洋软黄金 在福建都享受了哪些星级服务 大家可能见过鲍鱼 也见过活鲍鱼 但是你见过鲍鱼吃东西吗 这个海带已经都吸在上面了 真的是爱吃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建省 见证海上贸易 留下的辉煌历史 探群匠心创造的美味 福建算不上鱼米之乡 当地人向海而生 依山而漆 兼收并续 用一双桥手 给美食赋予了活力 带着两年前的记忆 我把此次福建之旅 与第一站 放在了闽南的美食重镇 泉州 四铜花 东西塔 从这儿呢 再往前走 就是著名的西街 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泉州 其实从海上丝绸之路 一直到此时此刻 有太多的历史文化 当然还有太多的好吃的 无论是本土的 还是外来的 都汇聚在此 上一次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从西街开始的 这一次还从上次的原点 走着 泉州西南与厦门 张州接壤 绝对算得上 一个海鲜大户城市 但当地人最先给我推荐的 却是一种 来自大山里的豆制品 当地人口中的光鱼 学名叫中华稻刺巴 是一种淡水底漆鱼类 因为长期生活在 湍齐的溪水中风味富裕 是熬汤的首选 可是小强却把鱼扔在了一边 熬了一锅香浓的鸡汤 三个小时过去了 鱼却没有做任何处理 那我看咱现在这差不多了吧 这鸡汤几个小时了 已经炖三个小时了 这鱼呢 小强却可以吃 小强说 光鱼的鱼鳞富含胶原蛋白 在烹煮时融合鸡汤和油脂 可以在表面形成一层胶质 这是让豆芊口感 风盈的关键所在 热油激发五花肉与虾仁的鲜香 光鱼汤是豆芊的催化剂 氨基酸和鲜味物质充分渗入 尽管细如粉丝 却能久煮不断 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 终于可以吃到这个 传说中的豆芡了 我觉得必须要和面条来去做对比 一锅高汤 然后你煮面条的话 你吃的是 其实是高汤的那个鲜美的滋味 但是豆芊是不一样的 豆芊自带的那种口感 它没有面条那么筋道 但是当它吃到嘴里的时候 就化在嘴里了 这个口感非常奇妙 其次就是豆芊自己的一种 特殊的豆子的香味 这是面条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你平时爱吃面条的话 尝上这个豆芊绝对会给你惊喜 而且在这之前 村里人也跟我说 豆芊之所以会产生 说一段故事的 其实这个地方在很早的时候 产量最大的就是豆子 但是老百姓又要吃到主食 怎么办呢 于是发明了豆芊这种食物 但是当你看到豆芊 从豆粉一直变到 现在这个锅里这个样子的 整个的过程 再吃到嘴里 你会发现这个味道 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不容易 但是真的好吃 豆芊润滑柔顺 但也蕴含着固守和坚持 它源于艰苦岁月的无奈 却以独有的生命力传承至今 在许多美食制作 高度机械化的今天 古老的手工艺 还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传承 历经几代人用心制作 豆芊的工艺 不断改进完善 几点开始做 正常就是早上 吃五点钟开始做 每天都这样 对 然后做到几点 做到正常也是 下午到十五点 而豆芊这种传统美食 也跟随着山珍村人 走出大山 成为了福建独具匠心的美味 拜访完黄大哥 我顺着他指出的新线索 继续探访美味 福建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 不少食材都取自濒临的东海 眼下正是霞浦海参的收获季 我陪同黄义斌前往鱼排收身 五个月的时间内疯狂长肉 不一样的是 它们可不囤积脂肪 长得全都是蛋白质 如此追求上进的海参 吃起来怎能不鲜韧紧致 弹性十足 那我们今天是怎么个做法呢 我们先把这个海参给它撑大 撑大什么意思 就是给它拉成一张纸那么薄 这海参能拉成纸的薄吗 那一般海参不都是处理完之后 就直接上高压锅蒸了吗 对 正常是这样子 因为它海参本身是咸的 但是我们把它拉撑以后 海参它就会排出一些杂质 带给它飞物原装来做的话 就不会那么咸呢 哦 明白了 想要快速排出海参体内的杂质 少不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功夫 40摄氏度温水舒展肌肤 搓背服务清除表皮淤泥 接下来中室 泰室 日式按摩轮番上阵 最后黄义斌喊上我 一起为它拉成筋骨 看似我们是静止的 但其实我们是在一点点的实力 把它往外撑 不到十分钟时间 原本圆润的海参发生了变化 从一根海参变成了一张海参 黄老哥 这海参都被我们称成这个造型了 那怎么吃啊 就成片吃啊 没有没有 等一下我们先称形 它能归一下 对 你看一下 还要恢复延传了 它不是应该热胀冷缩吗 这个海参它就这样子 现在这个海参和刚开始 基本上别无二致 然后可能还稍微缩小了一点 但是没有人知道 这个海参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鲜活的海参 和那种市场买那种蛋干的海参 这两个相比来说 从最后成品的味道口感 到底应该怎么选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是没什么区别的 就是它那个鲜活的海参 它吃起来有点那个 比较有腥味 有海参的味道 那我们如果说即时发好的那种海参 它本身没什么海参的味道 那我明白 那除非你是海参的狂热爱好者 是吧 可能会在家里去琢磨这个事 但实际上还是蛋干的好一些 海参称拉是每个卖参人的必修客 也是他们与海参相处多年 误出的烹饪技法 而海参泡发也大有讲究 要经历多次的冷热交替 海参的肌肤方能修炼得紧致滑嫩 在我的印象里 烹饪海参有葱烧和熬小米粥两种做法 葱烧酱香浓郁 熬小米粥更能吃出原有的鲜味 但黄一斌却把海参放在酱油水中煮了起来 又做了虾滑和鸡蛋面糊 这到底是个什么搭配呢 没有这种做法啊 虾泥海参这是单户 就要做啥呀 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 把这个海参做成脆皮的 先把这个虾胶给它晾到海参里面进去 这个虾仁放到海参里 酿菜 对对 客家做法是吧 这个菜很好喝啊 如果能不能理解成这是海参饺子 海参做啤嘛 脚皮有点贵 有点厚 这就有点发尔赛了 黄一斌说 脆皮酿海参的做法看似简单 却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将挂好铺的海参 先后两次用不同的油温炸制 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 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 这样两步才能完成外皮金黄酥脆 内里虾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敏南话你好是怎么说 好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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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道菜吃下去的这个口感 是一个基调 基调就是脆 这层蛋糊皮是酥脆 然后吃到海参是Q弹 对 是吧 再到里面的虾泥非常软糯 三种口感就给你层层叠加 从酥脆到Q弹最后到软糯的弹 它的惊喜是一番接着一番的 脆皮海参外酥里嫩 口口缠绵 蕴含着福建人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的酱精 在福建 海参是所有厌细菜中必不可少的食材 但从前当地海参的品质并不好 一度需要从北方高价购入 但福建人没有止步于此 他们饮尽优良的海参品种 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 不断创新养殖技术 通过厨师的巧手 将海参做成美味佳肴 好的味道不止于心口相传 更源于精心酸盐和匠心的细节打磨 海参的品质 海参鲜活的滋味 让我一口找回了两年前的记忆 我情不自禁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 农哥 农哥 好久不见啊 他的本名叫郭培岩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他用花生壳手摸小章鱼的情景 上次的那个手摸小章鱼 意犹未尽 这次还想尝尝 这个记者不是小章鱼的记者 那您给我吃啥啊 起点其他 就是我们这边当地的那个小海鲜 小海鲜在哪呢 对于这些小海鲜 当地人不仅有捕获的智慧 烹饪技法也同样延伸出了大学问 上一次农哥利用花生壳 改变了小章鱼的口感 已经让我拍案叫绝 而这一次他又会用什么独门秘诀 对付这些小海鲜呢 正好 又能吃到农哥亲手做的菜了 农哥 您看看我这些食材捕获的 还合格吗 合格 合格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食材 当地特产的食材 是吧 先做哪个 先做这个银 这个要用锁这样 我们这边叫鲠 鲠 叫鲠鲠 但我看不就是拿手挤一下吗 是 是吧 但是不是随便都会挤这个 为啥要这么挤呢 这个煮起来味道会比较好 会弹 明白了 挤这一下就把它这个连接处 给它挤断 让它不能合合张 对 撑肉里边的汁水可能就不流失了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明白了 这个方法好 这算是一个小妙招 海鲲属于半栽缸 包括我们常吃的棒 格 粒等海鲜 它们一旦运热 闭合肌瞬间松弛 背壳会自动打开 虽然可以用来检验新鲜度 但却会让不少鲜味离家出走 而农哥通过挫开双壳的方式 让闭合肌在预热时无法打开 将葱煸炒保留住最纯美的鲜味 品尝过这般美好的滋味 谁还会在意迈向呢 差别还是挺大的 农哥真的是差别挺大的 我们在家里炒的那个冲子 或者在饭店里点的那个炒鲜子 炒完之后品相好 壳都张开 对吧 证明它是活的 然后吃到嘴里是鲜子的那个鲜味 但是这个炒鲜子吃到嘴里 除了鲜味之后 还有浓浓的那个汁水 它的鲜味是翻倍的 绝就绝在这个地方 但其实只是在炒之前 有一个简单的处理动作 叫什么亏 是吧 亏 亏 这个方法大家学一下 一定在家里试一试 真的非常好用 吃完鲜味翻倍的海鲜 终于轮到了我熟悉的跳跳鱼厨厂 在三门 人们利用稻草燃出火焰 在跳跳鱼表面形成焦炭的风层 锁住鲜美 虽然福建泉州与之相隔六百多千米 但烹尖的秘诀却有共通之处 农哥运用猛烈的火力 让锅内的油温瞬间飙高 跳跳鱼外部微焦的同时 内部依然保持嫩声 再加入老抽调味 这是闽南一带独特的烹饪和调味方式 酱油水 它源于渔船上的阴漏旧碱 却无意间成就了大道质碱的美味 农哥说这样的做法 不仅能展现跳跳鱼最本味的鲜嫩 吃起来也方便快捷 从这儿咬 吃这样 两口 吃饭 好吃 这样吃多方便 我还说这个跳鱼很小 拿筷子去加鱼肉吃挺费劲的 没想到尝到了这个跳跳鱼鲜美的味道之外 还学会了一个吃跳跳鱼的方法 一口一噜像噜串一样也噜下来了 这个好 下面就是我最喜欢的螃蟹的环节了 这个螃蟹青蟹怎么做 这个可以做咖喱蟹 咖喱蟹 把这些材料全部磨成混 磨成混然后下去熬 熬出来的咖喱 您的意思是咖喱咱们要现做是吗 咖喱要现做 我一直以为咖喱这种东西都是在超市里市场里买的 那个咖喱粉直接回来做 那咱今天就要从头做一遍咖喱粉是吗 对 那这个厉害 农哥的老家泉州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泉州的咖喱风味源自东南亚 姜黄与本土的八角 桂皮和香叶等香辛料混合搭配 有了它的价值可以轻松征服金盔铁甲的青鲜 只需一勺就能让原本小青鲜的青鲜变身摇滚青年 身披黄金铠甲粉末登场 哇 这一口太满足了 咱们这咖喱是吃起来 麻麻的是咖喱的那个味道 但是再往下品 它的辛辣的味道会逐渐翻涌上来 而且我觉得咖喱和庞叉就是一个天然的搭配 哇 这个太棒了 那这个是咱们最传统的做法 是吧 是 这是传统的做法 农哥您看啊 我认识的好多做海鲜 包括我接触过的一些做海鲜的厨师也好 饭店也好 他们做的海鲜 无论它在哪个地方啊 都会做一些创新菜啊 融合菜啊什么的 您为啥不创创新是吧 做点融合菜啥的 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这个传统策划 这个味道我相信还是可以 有的习惯的点 小海鲜出其不意的滋味 折射出福建人的大智慧 从选择合适的工具 到脚尖落地的步伐 从郭大哥捕获方式的奇思妙想 到农哥烹饪的独特技巧 或许 美食的创造并不局限于师徒或家族 还有你我身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他们一餐离饭的专注都是对滋味和匠心的表达 世间风味万千 心是最有滋味的一种 好味道的成就除了当地的山水空气 还蕴藏在人们精益求精的细节把控与代代相传的匠心中 刀工火候 五味调和 无数次新手合一的塑造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滋味 洛阳桥 东西塔 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而福建这些历经千锤百炼的美味 也浸润着手与心的温度 化作一份牵绊 游走于世界各地 福州东南之药地也是美食的重镇 福州人海纳百川的个性 承载了这座城市丰富多样的味觉体验 福州人安逸悠闲的生活方式 演绎出有福之州的惬意姿态 一口大锅 为何承载其几代福州人的早餐记忆 锅边为什么会成为地道老福州最喜爱的每日第一餐 吃到十来年了 粉肝到底是粉还是肝 福州小吃的名字为什么如此奇怪 我老有人跑过来了 一家元宵店传承几代人 至今仍然深受食客喜爱 到底有什么美味秘诀 世界二十年还是保持这个味道 不需要奢华的外表 更不用额外的包装 真正老福州的味道 如同这座城市老榕树的气根一样 扎根在街头的角角落落 自然生长的是福州人的生活百态 探寻期间你能感受到的 不仅是千年融成最厚重的滋味 更是这烟火人间最可贵的温情 这次的味道调查 一起深入福州市井街头 探寻最具人气的特色小吃 感受地道老福州的烟火味 一座城市的早晨 是它点燃烟火气的时刻 各类品种的早餐 也最能反映当地的饮食文化特色 此次的味道调查就从早餐开始 据说福州当地有一种 深受欢迎的早餐小吃 名字也很奇怪 叫锅边 锅边又叫锅边户 是福州大街小巷 非常热门的早餐小吃 锅边顾名自义 是把米浆户沿着滚烫铁锅的锅边 均匀的胶里圈 往锅中的清水里 加上些紫菜和虾皮 再淋上一勺虾油 待锅边的米浆烤干定型后 即刻铲入汤中 一起熬煮片刻 即刻出锅 简单快捷 我们在这里从小就吃到现在 专门拍锅 吃完再回去 对啊 很好 阿姨 妈妈抓 你还妈妈抓呀 食材和调味都如此简单的锅边 为何会受到福州人如此青睐 这家看似不起眼的街边小店 又为何让福州人喜爱有家 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奥秘 未到调查员决定仔细探究一番 他这里有一个虾油 福州人很多喜欢吃虾油 张丽娟今年39岁 从小跟着妈妈做锅边 如今母亲年迈 她和大姐张丽芳 扛起了经营小店的担子 在锅边一战就是八年 我们现在都他们做了 我们都把人家的最后面去 就只要在里面 张丽娟家的锅边店 在福州开了几十年 位置几经辗转 但老顾客却始终相随 张丽娟说 以前妈妈做锅边 是柴火大造更有风味 但现在老房子拆了 城里也不让用柴火了 但客人们对他们家锅边的味道 还是非常认可 老板人是妈妈 这不用收了 这不做两个的 我今晚吃18年了 它味道香 以前还挺有火柴 能得到挑剔的福州食客的 一致认可 这里边一定有门道 这看似简单的锅边 实则用料非常讲究 这是早点可以吃锅边 其他人比煮的炭暖掉了 会糊掉 要洗钢筋 最少要洗三遍 明天早上再一遍就四遍 那个米 那个锅边就好吃了 米浆要用当地的扫米 头天用水泡制一整天 第二天一早新鲜现沫 沫的细腻顺滑 大米的香气才能充分释放 离入锅边也才能均匀滑嫩 薄而不烂 口感筋道 锅中汤汁用虾皮加味 紫菜提鲜 最后加入的虾油 演绎出老福州味道的精髓 看着张大姐熟练地将米浆糊 临到大锅里 如同变戏法一般 瞬间就制作出一张锅边来 这看的味道调查员也越越欲试 要快 要快 拉扎一圈 完全做到了不均匀 这就是什么锅边 还有没有方法能够挽救一下 什么 没当挽救了 哇 开始吓到了 这不行啊 好像 这这这这这什么锅边啊 哈哈哈哈 所以您看这个新手做锅边 就是不是那么好做的 您第一次做锅边的时候 跟我这个情形一样吗 不一样会比你好多了 哎呦 哈哈哈哈 看来这高超的技术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练就 如何将米浆糊 快速均匀地淋到锅边 使做出的锅边又大又薄 还要不糊锅 可不是件容易事 而跟锅边一起搭配吃的 还有一种看起来 金黄酥脆的面点 姐姐张丽芳正站在 油锅边忙于炸日 油饼不都能地叫虾酥 它就是油饼的意思 我都换一下咖啡 福州人吃一碗锅边 总喜欢搭配上两块虾酥 这才是许多老福州人 记忆深处最地道的锅边老味道 虾酥其实是有名无实 只是用面糊和韭菜炸成的油饼 但却是锅边的黄金搭档 人气爆棚 炸虾酥看似简单 但守着油锅日复一日的炸制 也不是易事 张丽芳的手上布满了 由于热油渐烫 造成的大大小小的伤疤 她说早已习惯了 每天站在油锅边操作 再小心也无法避免 食客们说 这家店里生意一直红火的原因 除了好吃还有价格时程 我本来也是说 你们这个应该可以攒一点 人家都攒 他们还是不攒 太阳越升越高 等待吃锅边的顾客 却一点没有减少 早餐延续到午餐 来来往往的人们 依旧等待着用一碗锅边 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增添舌尖的欢愉 如此受欢迎的锅边 到底是什么味道 张丽娟特地给味道调查员 做了一大碗 这个锅边就像咱们包馆 那个时候 那个薄薄的馄饨皮 但是那个皮的口感 要更为细腻一些 非常的绵软 然后再配上紫菜 配上虾米 就是海味的这个鲜美感 真的特别棒 泡在汤中的米雾锅边 吸足了汤汁中紫菜 虾皮所带来的海鲜味 口感软糯细滑 鲜味十足 一碗下肚更是温热爽口 能量满满 怪不得老福州人 始终追随着姐妹俩的锅边殿 每天清晨都用她 来唤醒沉睡的味蕾 而其中全年无休的不义和艰辛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每天张丽娟要忙到午后 才送走最后一位食客 只有在傍晚全家人的餐桌上 一家人才难得有空烙会儿家常 晚饭后 张丽娟就要和妈妈一起去到店里 才开始为明天的生意做准备 我们现在只有有空就搬一搬 有个很累 它会会累一点 我们专门买菜煮菜煮菜煮饭 他们回去吃 如果在这里给她帮忙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 基本上我的青春也都给了 做了这个 做这样了 我们这里坐这边也很随便 老人家要浓一点 年轻人要稀一点 不够再装一点就可以了 给她做工的女 就做你那么一碗也不够薄了 从小跟着妈妈学做锅边 现如今 两姐妹撑起的 不仅是家庭生活的重担 更是在延续着福州人不可割舍的 记忆中的早餐味道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往往在锅边中加入各种肉类杂碎 各色水产海鲜 但在老福州人眼里 山珍海味都抵不过这一碗清平素汤 只有每天清晨的这一碗锅边下肚 才能品味出生活的本真滋味 与锅边相似 还有一种福州人酷爱的小吃 碗里的焦头更是琳琅满目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 跟着味道调查员前去探寻一番吧 哇 店里面人都坐满了 还排这么长的位 对 您好 您在这排了多久了 排了五分钟了 排算是比较耐心等的吧 对对对 我看这家店上面写的那个粉干 这粉干指的是什么呀 是米粉类的产品 福州人口中的粉干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米粉 福州粉干的特色在汤头和焦头的讲究 煮粉干的汤底胃厚醇香 浇在粉干上的焦头品种自选 我们这里粉干可以拌的也可以捞的 您推荐一个比较正宗的吧 大家都喜欢吃拌的吧 拌的粉干更露味吧 好的 小分的拌一个吗 小的拌的 然后汤我们这里螺汉肉汤是必点的 这太多了 那四季甜的时候有点眼花缭乱的 那螺汉肉加猪干可以吗 好 平常要不要吃菜吧 好的 吃粉干可浇汤可干拌 再配上虾油猪油的汁香 至此招牌拌粉干终于上线 爱吃的福州人 好得就是这一口咸香之味 我觉得这个很干的吃法 真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您看这个肉质都是非常新鲜的食材 这个汤味是非常营育的 粉干吃起来的口感是挺爽滑的 一吸着就是感觉特别的爽 然后再拌一些蔬菜呢 就觉得是温素搭配营养更加均衡一些 不错 这很难不错 在我们福州一年 您是经常在那儿吃吗 我们一个月起码吃 二三十年了 从老地方吃到这里了 加中水那一碗要加菜 粉干两大了 软文杰的粉干店 从父辈开始经营 在福州老韬眼中 极具江湖地位 软文杰被当地人称为粉干一哥 这一哥的称为 可不是随便能拥有的 软大哥煮粉干 自有秘诀 熬煮一锅好汤底 是让粉干拥有好味道的关键 软大哥的另一大诀窍 则在于焦头鲜捞 鲜捞关键在于一个仙字 食客最爱的罗汉肉 猪肝 大肠头 每一样食材都要新鲜采买 精心处理 若处理得不得当 也会影响到焦头的鲜味程度 剩下目前汤 这个猪鸡有三十多种 不备做的时候 它可以有几种 吃下一个大包 吃下一个大包 两个拌回来 一个拌面 大鱼汤 猪肝汤 客人点单后 不同食材要放入高汤中 鲜捞烫熟 而且根据食材的不同 要把握不同的汤烫时间 手起手络 片刻之间 方能成就不同食材的 最佳新鲜口感 罗汉肉的绵软香糯 猪肝的又嫩鲜香 大肠头的厚重汁香 不同的食材分开盛放 方能品出各种滋味 吃的时候 与细嫩盘滑的粉干拌在一起 这是味蕾的顶级享受 正宗的 肯定是正宗的 我老远跑过来的 我从南门都来跑 今天来 汤头和焦头表现都如此出色 粉干自身的品质 自然也不能落后 店里的粉干 都是远到连江县的穆浦村才购 穆浦村世世代代 以制作的粉干品质优良远近闻名 如今 村里人还保持着 最传统的粉干手工做法 陈平国家就是其中之一 制作粉干也要选择当地枣米 经过泡制后粉碎 压成碎颗粒后 放在蒸笼上蒸熟 最后拉成一根根粗细均匀的粉干 要反复五次才能完全成型 陈平国一家需要七八个人齐上阵 密切配合步调一致 才能高效地做出优质的粉干 现在还是有点潮潮的 有点热 现在还没有烂钢 全手工作的 还有大米 没有天天要做什么 没有七七八八的东西 就是大米 卡性也很好 卡性啊 脚筋啊 你看一下脚筋很好 不是任性吗 对对 脚筋啊 脚筋啊 可以这样直接吃啊 也可以也可以 你来这儿进货的话 一次要进多少粉干 差不多一天会运 五百斤就运了 要这么多呀 这个量很大呀 对对对 做好的新鲜粉干 被手工盘好 放到竹架上 接下来就要送到户外 天然亮晒 晾晒要分两次 每次半天 这样粉干的口感 就会变得更加筋道 有弹性 而且便于存放 成为福州人口中的美味 正是由于阮大哥 延续从父辈开始 对于制作美食的认真和坚持 即使是一碗小小的粉干 也对每一个环节 严格的把控 对每一道工序 深深的苛求 才有了百年来 众多福州时刻 一如既往的认可 阮文杰一直努力坚守 除了要保持 自己粉干一哥的江湖地位 更是不能辜负 每一个早晨 对一碗美味的期待 尝过了粉干的滋味 味道调查员听说 在福州 还有一种耳熟能详的小吃 也颇受欢迎 不过味道 却和大家印象中的截然不同 到底会是什么呢 寻着地址 找到一家老店 不料老店已经拆迁 还好店家留了新的地址 我们的美食探寻 可不会轻易放弃 刚进到店里 味道调查员 就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在这家老店里销售的 老福州美食小吃中 居然既有元宵 又有汤圆 难道这汤圆和元宵 还不一样吗 这位热心快乐的老人 名叫谢华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从父亲手里 接过这家小店 手里的元宵 一包就是一辈子 之前的店铺 位于福州老城区的安庆路 去年老房子拆迁 很多人以为老爷子 也会就此退休了 但谢老却坚持把店 又开了起来 老店的招牌依然保留 盛啊 盛起来咯 休啊 OK 反正是 新鲜连的口味都没变 都是这口味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口味吧 我们里面熬你的水吧 哦 熬你了 水吧 水吧 你看去年才先到现在快一点 我帮到这边 我这个年轻招牌了 哎呀 这个老头 他帮到这边来啊 我帮到这边招牌 能吸引这么多老食客 几十年如一日的追随 谢老爷子的小吃店 魅力如此之大的奥秘 究竟是什么 这家老店里元宵汤圆 二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 您现在包的是元宵还是汤圆 汤圆 这个汤圆 一般我们糊粥的都是这样子包 比较好嫩 两脉不去 不会放在一起 像饺子的是汤圆 这个圆一些的是元宵 对 元宵有这样子 六 六六大宵 行 好吗 好 给你了 我会 谢谢 福州的元宵和汤圆大不相同 两头尖尖像个小饺子的 被称为汤圆 是我们熟悉的甜味馅 而外表圆圆 更接近我们熟知的元宵样子的 确实叫做元宵 但馅料竟然是肉馅的 来啦 元宵好了 元宵 元宵 这个是 这么快的 这边是肉馅的 好嘞 谢谢 咸味的元宵 里面这个汤汁是非常浓的 然后里面这个馅很完整啊 感觉像是那个板栗仁 稍稍咬一口里面这个汤汁就会溢出来 姜嘛 还是老的辣 做了几十年了 元宵是挺厉害的 福州呢就爱吃这个 里面的肉味道 咸味的元宵 在又滑的糯米面皮中 包裹充盈的肉馅 一口咬开 汤汁四溢 咸中回甘 油香满口 这是老福州人真正钟爱的味道 甜味的汤圆 也有人偏爱 馅料依然采用新鲜炒制的 芝麻 花生 白糖 融合在糯米面皮中 甜香可口 唇齿留香 馅料是元宵好吃的核心 而包元宵的面皮 则更是元宵爽口诱人的关键 如何让元宵皮细腻嫩滑 柔韧弹牙 谢老爷子有自己的秘方 和面不光只用新鲜的糯米粉 还要提前煮好几个熟糯米团 加入其中 这就是元宵皮筋道的奥妙 双手反复按揉 每一下的力道都均匀而恰到好处 坚持纯手工揉面 才是这家元宵品质始终如一的 关键所在 这个盆子陪胖我一生啊 一个从父亲那辈传下来的老土盆 几十斤糯米粉 一双手反复揉搓 谢老爷子的每一天 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揉面动作 和很多福州街头的小店一样 谢老爷子每天就独自住在店里 凌晨天不亮就要起床 开始一天生意的准备 除了揉面还要和馅 新鲜猪肉只需加入老抽 糖油等简单调料 就能成就最地道的福州味道 几十年来 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亲手完成 因为面皮和馅料都是最关键的 他担心换了人味道就变了 等到包元宵的时候 老伴和儿子就会齐上阵 一起来帮忙 福州的元宵 不仅馅料和北方的截然不同 包法也有自己的诀窍 北方的那个没有元宵 就不可能这样 我们这边的那个大哥 跟这个北方的不一样 知道吧 我们都是那种大树 其实这没有多大一会儿啊 我看阿姨和大哥 包这个汤圆和元宵各别换 那在哪 三十几年了 我也拿两片给你学学 好啊 要用这个大拇指插在里面 一直伸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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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这个要撞撞撞撞撞撞 要撞得快快的 它不一定是在手上 它这样子皮才会薄吗 嗯 你捏捏捏 这个拿去撞 要撞过去伸过去伸过去 左手转着下面这个大拇指 然后右手的大拇指 我就放进去 但我现在成一个尖了 是哦 你不熟悉就会有尖 那你一天做这个 平能做多少个 一两千热吧 这么多呀 完全是纯熟的 没错没错 冬至跟那个正月十五次 我们湖州人最爱吃这个的了 每个人都要吃这个的 很紧很紧 买这个要排队买 所以说我们俩 他这个手都做足了 嗯 一碗小小的元宵 承载了湖州人畏惧的记忆 现如今 血老的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也大不如前 我老爹八十七十秒 八十还在干 这个可能有一串 很快时间过来很快 现在慢慢有点怕了 有点怕了 就累了 有点怕了 有点怕掉了 跑上跑下啊 他流来两个都不去啊 我一个人在这边 上面五个 下面七八个 我一个人对 跑上跑下 都两个手多了 他说干嘛不起火鸡的 我就是火鸡了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可不管时代如何改变 无论谢老爷子的元宵店铺 搬到哪里 正是有他的这份执念和坚守 我们才可以在一碗碗元宵中 品味老福州百年不变的味道 才能在老人家神采奕奕的眼神中 看到人们对生活永恒不变的热爱 多少四季更叠 多少日夜交替 无论是张丽娟制作的老福州最纯粹的锅边 阮文杰制作的汤鲜味美的拌粉干 还是谢华制作的纯齿流香的元宵 都在这永不停息的轮回中 准时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崭新而忙碌的黎明 带着同样的温暖和亘古不变的香气 而和他们一起苏醒的 还有千千万万勿名而来的福州食客 他们依靠美食打起精神 用热汤温暖肠胃 将食物化作能量 继续书写着各自用辛劳换取幸福的人生故事 美食是有温度的 美食更是有记忆的 共同的记忆在烹制着和食客之间传递 相同的温度在杯碗盘叠之间流转 留存在每个人心里的 是属于福州这座城市 延延不绝的生命力